林杰剛剛看到整個這個新冷戰的架構 中二的陣營跟美國為首的 這一個民主國家的聯盟 雙方在地球上無所不佔 最新的戰場包含北極 確實除了這個烏克蘭 除了台海 那那個美中二在全球地緣政治上面的角力 那其實現在也擴起北極 那當然我們看到過去來講 在冷戰時期 這個美蘇雙方是傳統上 在這個北極相互爭奪的一個國家 現在連中國也把手伸入北極 我們先談一下俄羅斯的部分 俄羅斯近期也啟用新的破冰船之外 他的這個核攻擊潛艦 那也開始持續在這一個 北極區的海域進行軍演 那像去年 他有一項這個2021的白雄軍演 動用三艘核攻擊潛艦 同時那近期俄國的軍機 進逼到美國的阿拉斯加 這個防空識別區的一個次數 也是冷戰以來最高峰 那除了俄羅斯之外 當然還有包含像中國 先前宣布他的北極戰略 那要打造兩艘大型的破冰船 而造這個破冰船 其實先前還有一種看法 是認為說 因為我們就說 這個中國的這個解放軍的航母 不是核動力 那缺乏核動力的技術 那先前傳出說 有可能先用這個大型的破冰船 來測試所謂的核反應乳 之後再進一步提升到 這個航母的相關的動力資源上面 那當然中國 當然表面上談到說 這個透過北極航道 特別是這個北冰洋的航道 這個航道他可以有效縮短過去 傳統上面來講 要繞行歐洲 至少要這個通過蘇伊士運河 要多這個八千 這個海裡的一個距離少 如果今天走北冰洋航道 可以少十天的航程 那看起來似乎是為了這個 所謂經濟上的考量 但是背後最重要的戰略上 還是可能是透過要這個開闢 所謂的北極航道 那來這等於說替代萬一戰時的時候 他的一個海上重要的生命線 也就是通過馬六甲海峽 遭到這一個美國為首的這一個國家 封鎖情況之下 還有第二航道 可以運輸相關的戰略資源 這才是他真正的重要目的 那當然近期最特殊的是瑞典 封鎖長期維持中立 那近期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所以進一步宣布 要加入北約這個動作 讓五角大廈認為說 只要瑞典跟芬蘭加入北約之後 其實是有助於整個西方陣營 在包含歐洲北歐的部分 甚至是北極圈內 共同來圍堵俄中 在這個北極勢力的擴充 所以這些動作都可以看得出來 戰場確實不是只有太平洋 不是只有歐陸 連北極現在也是雙方極域 在這個相互抗衡的部分 那當然美軍近期一個動作 他重啟了阿拉斯加 第十一空降師 已經是過去七十年來 首度曾射手的空降師 這動作當然這支空降師 他要配備極地的作戰裝備 同時要具備這個極地的作戰能力 這些相關的行為 當然都在向中俄進行極地作戰的示警 那回到太平洋的這個區域 我們看到環太平洋軍演2022 那今年首度有所謂的這個三艘 幽靈霸王艦隊的無人軍艦 那參與這一項演習 那當然受到外界的矚目 那中間最特殊的兩型 第一個海獵人號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反潛無人艦 先前已經自主航行 大概可以到六千公里資源 海上致辭可以七十天之九 甚至只有穿越巴南蠻運河的時候 需要人工 其他都是AI自主航行 可以閃避海上的各種船艦 上面配備的這種光電雷達 也有助於他進行相關的海上偵測跟偵收 那更強的是有兩艘這個包含 像遊記兵號跟遊牧人號 這兩艘由商船直接改裝的 外觀看起來不齊眼 他後面的甲板 其實放了很多的貨櫃 但是他不是貨櫃運輸船 這些貨櫃裡面 其實這個配備了 四連裝的垂直發射系統 那這總共一個貨櫃 就可以有四枚的標準六型飛彈 進行垂直發射 其實去年已經進行過測試 而且那一次的測試整個過程是先前 由這個MQ-9的無人機 在海上對這個目標進行 徵收跟鎖定之後 把這個資訊傳遞給 包含像兩棲攻擊艦 或LCS冰海作戰艦之後 再傳遞給這上面的 這一個遊記兵號的無人艦 然後由他來發射標準六型飛彈 而且成功命中 遠達五百公里外的海上的艦艇 所以他未來扮演的角色 就是說在美國海軍艦隊 今天為什麼Rimpag要加入 就是他要整合這樣的無人軍艦 未來會配備在整個正規的海軍軍艦裡面 擔任一個叫做輔助射手的角色 那輔助射手就是說 現在第一個他海上的艦艇 要這個大批的分散化之後 無人化之後 第一個成本低 第二個就可以減少人員傷亡 同時他可以強化 這一個叫SAG 就水面攻擊能力 那等於透過這樣的一個指揮鏈路上面 他不需要有太多的徵收裝備 只要有透過衛星接收 基本上來講就可以部署 在單獨在海上行動 然後必要的時候 對解放軍的艦艇 進行全面的一個海上打擊 所以這樣的無人艦艇 確實是未來的趨勢 那這兩艘艦艇還是由商船改裝而來 現在美國海軍 正在全新打造新型的無人艦 那未來無人艦艇 可能會大到這個2000噸的噸位 可以攜帶更多的這一個 不管是防空或者是自海的飛彈 那當然有效的抵消 這個解放軍在這一個第一島鏈內外 這些所謂軍事挑釁的動作 那當然最近媒體也觀察說 先前這個中國不斷吹噓的 這個福建號下水之後 到底他戰力多強 那美軍是不是有反制的能力 當然現在有媒體也盤點說 其實美軍有太多 太多可以襲擊 這個福建號的一個攻擊能力 那包含像這個如果透過 只是譬如說P8A的反潛機 那像臺灣是P3C的反潛機 上面可以掛載空射型的魚叉飛彈 空對海就可以在遠距之外 對他進行飽和攻擊之外 當然對於航母最大威脅 就是水下的重型魚雷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 這個維吉尼亞級陸陸續續持續下水 已經現在接收二十一艘服役 這些配備大量Mk48MOD 6AT 重型魚雷這些核攻擊潛艦 第一個解放軍的海軍 非常難以發現之外 他這些可以從水下直接 對這個福建艦進行水下的這個伏擊 好我們稍後回來